他這個九月跟駐紐約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李光章參緒 他說呢 這是跟臺灣官員的參會 是歷史性的會面 他說美國正在推動臺灣重返聯合國 有沒有可能 我是這樣認為 就是人必先自重而後人重之 臺灣經常就是說 我們需要這個國際的這個聲援 國際的幫忙 可是我們自己也要努力 我認為臺灣今年 就是整個的防疫成就 包括我們在一個惡靈區旁邊 可是我們能夠如此的恪守 這個民主自由 法治人權這樣的一個準則 所以我覺得臺灣現在是獲得 全世界的尊重 那這個尊重不是一朝一夕 所以坦白講 剛剛主持人看到拿出那個表列 這麼多美國高官 在這幾年來陸陸續續來到臺灣 我覺得很多對臺灣的國際縣市 如果長期觀察的話 真的會覺得內心是感動的 這種感動會覺得有一點 終於臺灣有一點重見天日 臺灣終於有一點這樣的一個 獲得國際重視 而且獲得平等對待的機會 我先講這個 這個聯合國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這個克拉夫特 要來臺灣這件事情 我真的很意外說 國民黨竟然會有 這個中央層級的名義代表 竟然會酸這件事情 說這個小咖 或者是說 他的位階沒有這個刺青來得高 等等 這種毫無常識的這個乾淨 讓我真的嚇一大跳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我們的這個駐美代表跟駐日代表 或許層級上是隸屬於這個外交部 可是從來不會有人說 這個駐美代表跟駐日 這個駐日代表 他的重要性亞於這個外交部長 你知道臺灣絕對不會有人有這樣的想法 為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這兩個工作 對美對日的工作都相當重要 這跟外交部長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所以換句話講 一個駐聯合國大使要來臺灣 這個大使在國外是代表國家 代表國家元首 所以他的層級是相當的高 那我要再講就是說第二個 這個駐聯合國大使 這克拉夫特 他本身就是一個很有爭議感的人 他覺得他在聯合國大會 就是要去捍衛這樣的一個價值 所以我認為他現在不但他主動的願意來臺灣 而且最重要他是透過這個國務卿蓬佩奧 用一個公開的形式宣示 坦白講這個第一個對臺灣 在國際上的這個聲望跟能量跟地位 其實大幅的增加 第二個也凸顯說 臺美之間的這樣的一個關係 是更加的鞏固 那或許有人會講說 可是這個好像這個美國政權更迭了 這個會不會有什麼變化 我認為像這樣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由蓬佩奧 這樣的一個在美國國內聲望很高 甚至有人都賭說 蓬佩奧是下一屆美國共和黨的 這個最佳總統候選人 由他來出面講這樣的話 來做這樣的宣示 我認為這對臺灣的地位 絕對是鞏固而且增加 那我是認為 我們在國內有所競爭 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認為對於國際上 我們往外的時候 我們希望是團結制 如果連美國的駐聯合國大使 要來臺灣這麼重要 這麼慎重 這個值得臺灣高興的事情 你都在那邊潑冷水 我都很懷疑 你到底是站在這個 臺灣海峽兩岸的哪一邊 這我高度質疑 來 老師 這個如果說一般大眾 不知道這個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有多重要那個沒關係 可是藍營我老實講覺得沒有道理 你看大家看 民國九十八年二零零九年一月六號 馬總統那時候他是總統 接任什麼美國前任 駐聯合國代表還前任 而且差不多一月六號 也是他政權差不多剛交接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看總統府有沒有很高興 有啊 有沒有說他很重要 有啊 但問題是人家前任 也就是說 當然我們也不是說前任就不重要 其實那時候 那個訪問也是一個突破 那時候馬英九接見的是 前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波頓 那時候他已經卸任了 他2006年就卸任了 那時候我們有沒有盛重接見他 有嘛 有沒有說他很重要 有嘛 那這次是現任的要來 第一個完全一樣嘛 雖然他是這個即將卸任的 當時民進黨都說人家小咖 對 結果那時候前任 現在國民黨說人家 當時民進黨不講 我們也接見 結果呢 現在人家至少也現任 我們說人家小咖 那以前接見是什麼咖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歷史上 這個總統府網頁都有啦 那個時候 國民黨有這個外交成就 前任代表來 我也支持 現在現任代表來 是不是一個突破 所以真的酸 有的時候 不要那麼酸 會酸到自己啦 好 但是當然中國是不可能 放過這個題目的嘛 馬上警告民進黨會 自食惡果 一條道走到黑 必將自食惡果 其實AIT已經說明了 這是符合一中原則下的 這個正常的往來 但是呢 他直接批說呢 反對美國跟中國 台灣地區進行任何官方往來 反對違反一中原則 反對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規定 說這個台採取嚴重錯誤的行動 民進黨出賣民族利益和台灣民眾利益 顏固的以美謀獨 一條道走到黑 必將自食惡果 有沒有這麼嚴重啊 近平 中國大陸的反應 負賣民族的利益 中國大陸的反應一定是相對的 非常的戰狼式的 這個強烈的反彈 然後一定是這個像刺蝟般的 西涉式反應的 一定會這個抗議到底 或者是不爽 尤其是在這個拜登即將上台之際 然後川普即將這個下來 這個時候政權的 這個剛剛講的更迭的這個時候 特意用這張牌 然後讓這個中國 讓北京一定會不爽到極點 這個是預期當中的 可以預料 那剛剛其實講說 克拉夫特 凱莉克拉夫特 她是一個非常堅硬的女性 剛剛大家也提到說 她過去擔任過 駐加拿大的大使 也擔任這個駐聯合國大使 她也是第一個美國的這個 不管是外交圈也好 或者是國務院 或者是政壇裡面 同時擔任加拿大跟美國 這麼重要的一個大使女性 第一個 那不只是第一個加拿大 美國駐加拿大大使 她第一個女生 創下美國政壇紀錄 在駐聯合國 又身兼這個 又之後這樣的一個 歷練都是兩個 你覺得她訪台有什麼看法 我認為對她訪台 不管是現任或者是卸任 只要願意來訪台 而且以凱莉克拉夫特 她這個非常一個 我覺得她在外交和工作表現上 非常傑出的 這樣的一個 她的一個工作表現 算是要對人家一種肯定 而且不管現任或卸任 你管她是大咖小咖 人家起碼重視我們 因為她不只一次幫台灣發聲 她是一個支台派 有台派 不只支台而且友台 她瞭解台灣的狀況 她掌握台灣的整個台灣 不管是甚至 不要說疫情前 疫情發生去年一整年 包括台灣的口罩 每天產能從兩百萬片提升到兩千萬片 她遼如指掌 她完全能夠替台灣發聲 她說WHA不找台灣去 是非常可惜 WHA不應該排除台灣 讓這個 因為全世界值得讓台灣參與WHA 然後跟這個跟WHA跟世界各 我分享台灣防疫上的成就 然後講台灣的整個生活 點點滴滴口罩的全能 所以你也是肯定的嗎 我認為在這個部分上要肯定 我知道你們一定會講說 國民黨怎麼有一些立委啊 怎麼這邊酸啊 什麼什麼 在野黨作為這個政治反對的一個立場角色 多少一定會有人有不同的政治意見和看法 但是你是歡迎的就對了 我在這個解讀 其實剛剛講的 民進黨向來都會親美 美國前任的國安 親美 當然民進黨親美 國民黨也不是說已經仇美 我們不可能到阿拉伯世界了 把美國國旗將踩在地上 然後這個燒什麼川普的這個肖像 不可能到這種程度 國民黨也沒這個本錢 不敢跟他這樣子撕破臉到這種地步 而是說在這個立場上的這個政治歡迎 因為我認為凱利克拉夫特 他是過去不管在這個對台灣的發言 從2020年2019年 他9月上 2019年5月提名 2019年9月正式上任到現在 他從2020年12月9月 不管是跟華府的這個連線 台美日舉辦的相關的這個活動 座談的時候 我看到他的發言 你這個國民黨能不能支持台灣 我認為說在外交的立場上 國民黨來者都是客 不管他是屬於川普政府任內的外交官 或者是拜登之後 他能不能續任怎麼樣 都是代表美方 我們接待的是來自美國政府的一個官員跟代表 而這對台灣以後在這個外交跟台美關係 絕對能見度上面 或者是彼此的互動有幫助 但是就是謹慎拿捏就好了